贵州山火连烧多日,蔓延近半个省,当地居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 但相关话题被压制,社交媒体上满屏都是中共炒作的师生链等桃色新闻 贵州山火2月18日爆发,至今已经延烧5天,波及半个省 但中共官媒只有零星的报道,制造只有个别地点起火且火势受控的假象 山火失控,烧毁村民房屋 2月21日,毕杰是一名老婆婆看着自己辛苦建立的家 被山火烧成了一片废墟,伤心地坐在地上嚎啕大哭 有视频显示,2月21日,毕杰一名小伙子开车经过一户村民家 看见山火马上就要烧过来了,赶紧劝说屋里的一对老夫妇离开 小伙子催促他们快走,你别在屋里了,走走走,你听这个声音好吓人,快走 随后,老婆婆抱着养的小狗和老伴一起坐上小伙子的车离开家,逃离到安全地带 十分钟后,老人亲眼看着房子被熊熊的大火吞没 山火烧过去后,两位老人重新回到被烧毁的家 看到房子已经成了废墟,屋里成了焦土,什么东西都烧没了 老婆婆看着自己辛苦一辈子的心血化为无有,伤心地坐在路边嚎啕大哭 老人的女儿接受媒体采访时说,父母家烧得一无所有,她的什么都没有了,完全就是灰烬 根据贵州网友在社交媒体发布的信息 这次贵州的山火特别严重,燃烧的范围广,多地都出现火灾 严重危及民众生命和财产安全 2月20日下午,贵州六盘水市水城区政府办公楼后山突发山火 火势非常猛烈,整座山头都在燃烧,浓烟滚滚 网传视频显示,水城区政府办公楼都有被山火吞没的危险 贵州多个地方因为发生山火已经封路 有网友发布视频说,开车回成都,在贵阳被山火拦住了 发生山火了,封路了,被堵在贵阳 还有网友开车在高速路上行驶时,拍到贵州山火的惨状 视频中,路前方浓烟滚滚,几乎看不见天空 整条路上的汽车都在烟雾中穿行 可以见到路边的植物绿化带都在燃烧 车上人员不断发出惊呼 许多网友质疑,官方压制灾难信息 称贵州发生如此严重的山火已经烧了好几天 但之前热搜根本看不到,媒体也没有报道 贵州山火已经烧了多日 可是网络上竟然被假灵电影和女教师出轨等娱乐新闻霸占热搜 谁在压着贵州山火的热搜,谁对这么大的火灾如此冷漠 说是烧了四天了,但我是这一分钟才知道的 还是在人家视频下面的评论区听说了才知道的 能不能把那些压制消息不想被追责的政府官员以锅端了啊 自媒体验书楼2021作者燕无双2月22日发文说 2月18日起,贵州多地突发山火 时逢早春,草木干燥 而贵州多山,山脉又多相连 火势一起迅速蔓延 整个贵州几乎成了火焰山 2月18日,贵州多地爆发山火 中共官媒却视若无睹 直至火势相继蔓延到贵阳市,六盘水市 前夕南州等地,连与碧节接壤的云南震雄 也遭遇山火侵袭 燕无双的文章写道 2月18起,当地居民纷纷发视频在网络呼救 一位网友说很害怕 火就在家门口,学校背后的山火烧了四个小时 感觉生死存亡,就在请客间 从视频中可以看到 很多人家的房子被火包围 有的房子烧毁殆尽 几只鸡在残垣下觅食 隔着屏幕都能感受到彻骨的无助和悲凉 有的老百姓家中的牛羊被活活烧死 燕无双表示 然而贵州人的呼救声 一次次淹没热搜里 而更令人愤怒的是 灾情紧急,却还有人在仕途遮掩 安徽自媒体创意星球球2月22日发文写道 我是贵州本地的 都是今天才知道贵州多地起火 已经烧了四天了 可是一直没有热度 我恳求大家多多转发一下 文章介绍说 我的家乡正在经历一场劫难 从18号开始 贵州开始关闭发生山火 截至目前已经烧了四天了 火是非常的大 可是这个事情到目前为止 还是没有什么热度 很多人都在说 他们压根就没有刷到这些 昨天的风特别的大 山火灭了一次又起一次 有网友说 他们那里已经烧了五六个村子了 我的村子被烈火包围 全村人都出不去 还有的网友说 遗书都写好了 因为天空都是一片红色 漫天落下的黑色灰尘 就像一张又一张的纸 在缓缓地覆盖在他的脸上 此次山火 不是一个两个山头那么简单 而是大半个贵州都在烧 光贵阳一地 都发生七八起山火了 安顺 笔节 遵义 贵州一大半的地方 都是彻夜火光 暗夜中的大火在村子后面 在学校后面 甚至就在家门口吞噬着空气